有一種可能就是說 有一個共生議長 但是有一個延榮的總統 延榮就是說 他可以包含這個共生議長 但我們像現在 蔡英文總統 這個蘇貞昌議長 蘇貞昌議長當然很共生 蔡英文本來也很共生 但是剛才這個共生議長 他的政治部分還那麼高 社會支持都比較高 他可能要延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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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很矛盾 但是事實上現在發生的事情 這根本就是一個奇蹟 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現在發生 現在我們所看到的 就是一個奇蹟 很特別的現象 但是說到這裡 所以說到這裡 還有說到就是 重頭戲就是蘇內閣 未來發展 讓人充滿想像的空間 可能不是行政議長而已 最近這個紓困之亂 讓他很困擾 大家都知道 最近因為行政議長 他選擇 這個擴大紓困 他要納入這個 無君報公告 樓 農 這個保險的這些 幹作者 超過三十五萬人左右 但是意外引爆一個強大民怨 這個財丫棟 好不容易得到這個機會 當然是窮追猛打 盡量破盡量農 全力批判行政院 給行政議 灰頭土臉 北施行政議議長 索正將兩次出來度假 這相當犯見 其實其中英氣民怨最大的 就是說這個 這個紓困方案 太複雜 複雜到黏這個 現在下方相關的陳時中 阿中這個部長 指揮官 也說這個公事很複雜 天起來很困難 比較太多 索正將英國的這個 行政團隊 其實我說 以幹練精民著稱 所應的本人也是這樣 他說他都要求雷力風行 搶救效力 像消防隊一樣 救火一樣 使命必達 但這次真正要踏到提防 不然怎麼能說 這是求好心切 但是呢 面對武漢氣氧所大來 這麼大的經濟的傷害 災難 全民影響韓國的人民的生活 人民基台政府紓困 這是真正常的 所以還有 這次去遇到這個經驗 夠分 應該 應該好好學習 先進國家的一些經驗 最終的 健身 音樂 是 最終的 那邊 可以